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口可乐可以顺利获得相关的照片 但由于两位记者和BC的同事要隔一天才有飞机走 即时公开张照片的话会危及他们的人生安全 决责之際 BC实在不忍心为宣传而出卖他们 所以BC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我们不如另外拍一张将可乐搬上北韩小货车的照片 结果新闻一出就震惊当时各大媒体 BC完成国际任务以外 又成功将可口可乐快白事一步进入北韩这件事 告诉大家 今天就讲着这么多 想看多些BC曾经策过的公关案例 就记住按这条link去天窗出版社 买一本试造看看吧